大家好 今天是一個人發握風 2022年大28週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一個人發握風 一個人發握風會盡量 每一個星期日 在YouTube跟大家吹噓 那 這個星期 如果你有看之前幾天 我都在發握握風 那 今次這個週末版的發握風 我都沒有 沒有寫稿來做節目 那我發覺其中的原因是 原來其實 在現在的生活 我覺得真的沒有什麼人想聽我講話 所以我就不太想跟任何人講話 除非他有興趣聽我才再講 但然而我又很有興趣想講 所以 結果就是 一個人發握風這個節目 就是我最好的發洩方法 對嗎 在某個層面上 所以我就 想 好了 盡量就不寫稿 因為要寫稿的話 其實很多時候我就做不下去了 那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 我講不到我想講的東西 對我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當然我講的 都說明發握風 當然我講的東西 對很多人都是沒有意義的 我都明白的 都是那句 想聽的人就聽 不想聽的人都不想浪費你們時間 對不對 OK 那 那 基本上有幾樣東西想 聊的 那 今次就 其實都是從中國那裏 聊起 那 首先就 在好幾年前 2019年的時候 那中國那些人就說 我支持香港警察 你們可以打我了 基本上就是 那些大量暴徒 大量暴徒 那 就稱之為暴徒 就可以打 你們可以打我了 那 那 說真的 我就覺得 我沒有想到 這麼快就會有暴影 那 可憐 那 這班 村鎮 銀行 那 的 储戶呢 就 遭受到白衣人 黑衣人 當然 今次警察沒有打人 但是 打人的就是白衣人 黑衣人 沒想到這麼快就 就有 延眼報 兩年後 2019 3年後 繼續 你們所謂的 警察 是不是應該可以打你呢 我不知道被打的村民 曾經是否有在他們的微博裡打過這句話 我支持香港警察 如果你真的有打過 那這個實在是一個延眼報 那 跟著 鄭州 多久以前啊 那個 去年 差不多一年前的 一年前的新聞 鄭州水災 那 鄭州水災的時候 有些 外國媒體 就想着去做 做新聞 訪問人 結果呢 當場那些鄭州的人就趕了外國媒體離開 而且你只要接受外國訪問 你就是被外國在場外披露實情 或者接受採訪的當事人 會被指責為避境外勢力帝都 是不愛國的表現 一年前說完鄭州 那頭河南、村鎮銀行同樣的事 竟然走到美國領事館的微博 求求救處 沒有人看他們發聲 有些微博就說要求幫忙 因為沒有人幫他們 所以他們走到美國諸華大師的微博 那這些又是怎樣呢 這些又是怎樣呢 這些又算不算為外國人遞刀呢 唉 所以 冬日 又是不是 好像 這 就說 什麼 這裡寫什麼 關注河南的事 關注河南的事 而不欺負你們 還是外國人要緊 趕緊救救河南 哈哈 請預實報道我們河南鄭州的大人事件 讓全世界一起譴責 就是 又是 那頭 那頭 國勢力這頭 你又說 要 要 要你幫忙 你 幫忙你去報道 哈哈 對不對 所以 看到這些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 很多時候 因為 當然 我看過那些 外國的自媒體 他們都說 是要幫他們發聲 但是 雖然如此 但是 這些人 這些網民 日後 如果真是得到 得到了幫助之後 扔回窗戶 他們又會再次 說那些外國勢力 就會說 那些外國勢力不好 所以 對了 所以 我經常說 如果 你們看過我的Facebook 我的Facebook 這裡沒有 沒有Lock in 沒有相關 什麼 Yu Thailand 那首詩 我經常就 跟別人 對 對 對 是這個 就在這首詩 對 對 就是這首詩 起初納粹 抓共產黨人的時候 我沉默 因為我不是共產黨 當他們抓社會民主之義的時候 我沉默 因為我不是社會主義 當他們抓公會成員的時候 我沉默 因為我不是公會成員 當他們抓有太人的時候 我沉默 因為我不是有太人 到最後 當他們抓我的時候 就再沒有人為我們說話 正正這首詩 這個悲 悲聞 就真的很符合 這個 鄭州河南的 情景 當日 香港人有時候 他不發聲 當日 鄭州 水災的時候 有人為你發聲 你就說 他為外國 那個勢力 第都之 那今天 誰幫你發聲 哈哈哈哈 今天誰幫你發聲 所以 我也說 如果 有一天 我 你們要為我納悲 要寫一些東西的話 不用寫什麼 寫手詩就可以了 因為 說真的 每個人都自訴 門前說的話 那 就是這樣的情形 那 你問我 說真的 我 世丹 什麼 世丹 世丹 什麼 力薄 世博力藥 雜丁雜丁雜丁 雜丁雜丁 就是我 人微言輕 你看我的YouTube 都是兩三個人看 但是我 我 依然堅持 要說 因為 雖然只有兩三個人看 如果有一個人看到之後 有醒覺 有aware 都是一個好事 所以我不需要 感動一百萬人 我只需要感動到一個人 而去 如果可以感動到另一個人 或者啟發到另一個人 那就已經很夠了 所以 即使我的YouTube 是一個人看 兩個人看 我都依然要做 其中的原因就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 都是這句話 有時候我在想 為什麼那些中國人 總是 總是 過得這麼辛苦呢 在他們那裡 是我接觸到的 其實不是說 中國人沒有幸福 我不是這個事 但是 我聽到很多這些 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我就心想 為什麼他們 要遭受這些苦難呢 為什麼要生活 在一個這樣的國家 而遭受這些苦難呢 是他們前世做過問題 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當然 都不一定是 生長在中國 就是苦難的 你那些富二代 官二代 的確是 過得挺好的 甚至乎那些有錢人 是不是富二代 所以有時候 我都不明白 Anyway 大催的事 我只想起這個悲謊 所以 就拿出來 跟大家再次分享 那 其實我真的想說的是 這件事 那 那 河南維權處 被飆紅嗎 就是你原本想上訪 但是一上訪的人 就會被飆紅 紅馬 那你連去上訪都不行 所以當你一去到鄭州 你就會黃馬跟著去驅逐 緊手來 轉買紅馬 出不了門 那他們發覺 只要你不是 村鎮銀行的存戶 到鄭州 都不會出事 即是你不是存戶 你也不會出事 但是你如果是存戶 你很有 一定會變 譬如說 不僅於此 甚至乎是 有關係的親友 都會由 綠轉紅 所以 將健康馬 變成一世間的良民症 我不是想批判 中國 他們想怎樣 他們想怎樣 但是我比較在乎的是 我們自身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這個就是我經常 不認同 將 比政府更大的權力的原因 因為 當他們變壞之後 你就不會知道 他們用 這個工具 變成什麼一回事 比如說 原本我們 可以上街 示威 然後 其實 馬來西亞也有 假設 將所有人的 變成紅色 你上不到街 那你就示威不了 有沒有 甚至乎 一句話 熱情嚴重 要鎖好所有人 到家都還可以 所以我 說的是 不可以輕易揚 政府擁有 這些 這麼特別的 權力 過大的權力 因為權力 一給了 是收不回 所以很多人就說 如果大部分人厭疫 那 我也是那句 我們只可以提供正確的資訊 戴口罩是應該的 少出門是應該的 那 你難聽一點 說一句 我很喜歡說的 你想死 難道不讓你們死嗎 是不是 為什麼要阻止人家 人家想活小紀念名 你就由他 人家嚴明唱 你就由他 說真的 這個才是正確的自由 我們所謂的尊重自由 是不是 你 疫情高峰 你走出去想死 你就想 走上街 去死 你說 哦 這樣會造成 醫院的 重担 那 你不切醫 就由他去死 都是那句話 我都是那句話 是不是 不是 我不是把命看得太慶熟 只是 我始終認為 選擇權應該交給人 自己 而不是 你把選擇權交給政府 你就很嚴重 你 你 就這樣而已 OK 那至於你說 現在 其實我始終認為 疫情 是沒有 沒有因為 疫苗得到很好的控制 只不過是說 因為有了 有了疫苗之後 或者 甚至乎 因為可能 其實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是 新的變種 所以 沒有人知道新的變種 所以 變成輕症 還是因為疫苗 所以我不敢說 但是 重點是 重點是 現在的數目次變得很低 很多時候 是因為變成輕症 所以很多人都不想去 去報 或者什麼 因為手續多多 有影響公司 有公司要返幣之類 之類的事情 所以 必要他們都盡量 不想去報 所以政府也不想 將這個提高度要封城 因為 封城之前已經是影響了 不是你出了一個經濟 所以 已經要欲罪了 所以 你看他們被拿EPF 就知道了 已經政府沒有錢牌 所以要 拿你自己錢 政府沒有錢牌 所以就只有這樣做 我在 收 收 開了 OK 呃 開了 所以 所以 我都 擔心 政府 有過大的權力 然後 他就會用 這些 權力 來做 他們自己的 達到他們自己的目標 然後我最近就看到一個 說 用中 4.52 2 然後 然後 說要用 啊 對了 又一條貿易 啊 對了 又一條貿易 人民幣交易 以減少匯率 兌換的虧損 呃 我不知道這種虧損是怎麼來的 說真的 因為 其實很簡單的嘛 呃 如果你長期要用 跟中資交易的人 其實很多時候 你已經有一個 呃 有一個外匯的銀行 的 至少我認識的 那些 他們 最少最少都有一個美金 戶口在外面 所以 如果你要給美金 你可以直接給美金 不用再轉回來 是不是 那 我不知道 通常 因為通常 我不知道 這個銀行副總裁發生什麼事 說真的 因為 如果你跟外國交易 其實 是很少很少用他們 國家的 呃 的 錢來交易 的 通常都是以美金交易 很少會說 哦 你用 你 跟新加坡交易 你 你跟新加坡 換升幣 不是這樣 如果你 如果你 你當然我們去 去旅行 另外一回事 我們去旅行 我們要換 直接換 星幣 或者直接換 美金 旅行另外一回事 但是大部分 據我所知 大部分 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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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序吧 滑鼓買買 資金投資 據我所知 通常你跟外國人不會以那個國家的 錢來交易的 通常是用美金的 這牽涉到外匯啦 這是一個經濟的知識 我不是在這裏教經濟 但是我不知道這傢伙做到副總裁為何會這樣說話 跟著也有些謀利 好像謀利說甜美狗不可能會支持共產黨 那其實你就以Mr.DIY Mr.DIY很多貨都是中國來的 Mr.DIY選擇用人民幣去跟中國丟 我關我們什麼事?說真的 我們可以反對嗎? 甚至乎他用什麼錢來跟中國賣 但是我們都不會知道 所以我很奇怪的是這種言論 你問我 你的知識是哪裏? 是吧? 那 說真的,我覺得他是 賊存在感 如果你是長期跟外國公司 就算是中資公司交易都好 你已經知道怎樣做 即是你個人 你個人 你做生意 你一定知道怎樣才是最有益 你不需要特意丟出這句話出來 你不會特意丟出這句話出來 那當然 這個就比較公正一點 因為人民幣都會獎 那其實你 其實你先不要說 公司先啦 我都明白的 你去 Money Changer那裏 你買Money Changer的Rate不一樣的 有沒有? 你賣和賣的 你叫我 選擇 我的網頁 你的網頁 你買Money Changer的 你賣和賣的 Money Changer的 Money Changer的 這個網頁 你都不一樣的嗎? 對嗎? 啊 嗯 有無 有沒有一個網頁嗎? 要 tai 來 譬如說SGD 你賣和賣的 是不一樣的 SGD是312 MYR是316 不一樣的 因為它要賺的差價 我明白這個我明白 但是如果你不愛你這隻東西 你純粹去 XE Currency 控制這個位置 你怎樣換 其實換來換去都是一樣的 因為它是黏字的 譬如說OK啦 我們看一個美金 換 換 先說一下 1美元換多少呢 換0.02USD OK 我們又再看 XE Currency 我們又再看換人民幣有多少錢 XE Currency 操人民幣就換1.5天 OK OK 接著我們再看 先反過來,這個會換美金 那我們1.51人民幣 又可以換到多少美金呢? 0.2249,是不是差不多? 是差不遠,不可能差得很遠 因為如果有這樣的差價 就會變成一個可以賺錢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明白 所以其實他們一定是黏字連動 可能差一點,可能差一點,不多 但你可能說如果數字很大,是很大 我明白,我都明白 如果是幾千萬幾億,我都明白 但是我只是想說這些零頭 是因為後面的小數目造成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是0.02的 你一尾馬幣換去是0.22 0.22,對 接著如果你轉 你說我轉去 即是你用的價格 其實是差不多是0.22的美金 對不對? 所以是差不遠的東西來的 當然它現在是1.52的計 所以後面是差一點 但是前面是差不遠 所以我不明白 我只是想大家明白 有時候 為什麼會便宜一點呢? 哈哈哈哈 他是一個大話銀行副總裁 副總裁應該是 副總裁 副總裁 執行總裁 或是什麼 也不會 差 所以 我不明白 它這個道理是怎麼來的 哈哈哈哈 第一,你跟中国人交易的时候 你不会去买人民币 跟他说你拿人民币给他的 不会的,不会是这样的 不会是这样的 一定是给美金他的 接着他要换回人民币 也好,他要放那些是他的事 很少 其一,其二 我不知道实际情形 但 我们可以推测到 欧洲 俄罗斯 交易 卢布 这个问题呢,就是 他们 我看过的是 所以他们的 contract是 他们的contract是 合约是写明美金的 所以如果用卢布是 是,是违反合约的 嗯,OK 现在一时间就找不到的新闻 但是,基本上 有 就是,我想 这个新闻看到的时候 是 这个背景是这样的 打仗了之后呢 卢布就跌得很厉害 所以俄罗斯为了 支持卢布就跟他们说 你当我买天然气的时候 你要用卢布 那问题是 很多企业就说 喂,我们原本的contract是写明用美金来contract的 你现在用卢布是违反了这个contract 这样的意思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推敲出 其实 不只是推敲啦 我确定 因为我听过很多新闻了 我也看了很多资料 各与各之间的公司 即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公司也好 新加坡和泰国也好 马来西亚和美国也好 和英国也好 通常他们都会用美金作为支付 除非特意说明的 譬如说 因为欧洲 欧洲又欧盟又欧元 那他们可能可以用欧元 否则他们很少会 走去特定说 我要换泰国钱 我要换新加坡钱 去同各个国家 因为 正如大家都知道 因为你有中间这个 money changer的commission 这个位置的截选 所以大家都不想犯这个问题 所以他们会直接用 直接用 美金 直接用美金 因为 对方 其实都要用 其实我可以跟你说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练 是因为 如果 我作为一间公司 我又有离岸公司 那我用离岸公司 收到的钱 不计算我的收入 因为 美金 已经进入我 也都查不到 因为 我放弃哪个国家 你怎么知道 所以唯有 当什么承认之下 你才查到呢 当我把钱放回 里面的公司 银行 比如我 银行 所以 你把钱摆下来 为什么要摆下来呢 其中一个原因 你要出粮 除非你聘请的 你出的人很少 甚至乎没有人 只有你自己的老板 其实你都聘请了外面的人 没所谓 但是当你要出粮的时候 你总要有收入 所以你拿钱进来收入 然后你也会有 如果你有厂 你可能要买一些本地的原料 你也是要出的 对不对 所以 这些东西全部都要 在这里交易的话 我就要拿些钱进来 所以 我可以控制到 其实赚得不多 没所谓 如果我不是上市公司 我是自己公司 某个层面上 我就叫合法性逃税 对不对 我要多少钱 我要多少钱 来交租金 交场地 或者买屋 买屋 放在公司的名额 那就要入那笔钱 要不然我就把那笔钱放在美金 放在外面 为什么要进来 因为在最后 我都要跟外面 可能要跟外面买东西 我要跟泰国买原材料 我要跟新加坡买原材料 我要跟新加坡买原材料 我跟他都是支付美金 所以我没有必要换回物理出 再换回美金 再出回去 所以我放在外面 所以我不明白 到底是我的理解错误 还是他 他不知道 我不明白 一个 一个银行的副总裁 没理由 金融知识更差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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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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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都说了 说到这里 基本上就说了河南郑州 好了 当然 有很多紫堆的问题 很多紫堆的问题 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说的了 多谢银行包里 控除大师 对吗 那这个也不是 只是单一 绑地残会变成那个残子 哈哈哈 端工炒 是不是 OK 我大概想说一下 我不想说太多了 那 这两个完美的风暴呢 合在一起 我们怀疑呢 不是怀疑 我们担心呢 会变成美国的那个次代危机 当年的次代危机 所以 李曼松的金融改销 我们担心的是 如果那里两样 中国两样东西一起爆来呢 它会影响我们全球的经济 所以有时候 你说我 我 当然实在不关我的事了 我没有钱 付不了 但是 唉 我们这一刻 有现金为王 你问我的话 我只能回答你 有现金为王 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比特币又在那里跌着 那些钱又在那里跌着 那些物件又在那里跌着 那些物件又在那里跌着 所以我只能说的是 你非必要不要买车买楼 就这么简单 我只能给大家的建议是这样 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我可以控制的 也都不 我只能给各位有缘人听到 因为最近有个朋友 找我投资 投资 投资Forex 那Forex 投资Forex就只有一个赌字 我也不想再说完 因为今天不是想谈过 我只能说的是 大家有钱 大家就 总之 借账在银行也好 FD也好 什么都好 总之不要花任何钱 不要承认任何新的东西 因为你不会知道 价格会如何升 和市场会这么差 那换了工就换了 还没换工就不要乱来 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 就这样 所以 如果你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 那我就提醒大家一辈 不是我诅咒中国 你搞清楚 虽然我很讨厌中国 我讨厌的是中国 我不是讨厌中国 但是 的的确确这件事是会 影响到我们的 不是只是 不是纯粹中国的事 所以 我只可以说的是 大家要准备好一波冲击 那其实这个道理 就好像你去 你去海边 当然大家很久没有去海边 那你去海边 当你知道一个大浪 冲过来的时候 如果你有准备到 通常都站得比较稳一点 但如果你没有留意到 那个大浪一冲过来 你就会想 所以就是同样道理 只是我建议大家 现在就做好准备 迎接这次的冲击 结果会是 怎样 不知道 那其实 要阻止的话 都不是问题的 中国就继续印钱 但是中国继续印钱 最终一天都会爆的 那爆的时候 就好像压力去煲 那样 你的压力已经要爆煲了 但是你又说 我不管 我用更大的压力 按住它 可以 你就按住 但是里面就存得更大的力 但是看什么时候 哪个压力 按住 爆开 所以 中共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只可以奉劝大家 就是 不要作出冒险的投资 不要说肯定 你还未知 这个是不是肯定 尤其没有钱的人 好的 那今天就差不多了 不想说太长 因为过去几天都在发紧風 今天 都不错的 不用胶口就能说了这么多废话 那 最近 最近的心情真的不太好 但是我發覺做節目發黑暗瘋 就當是又跟人在聊天就算了 是吧? 那是這樣吧 我們下一期節目再見 下一期的發黑暗瘋再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